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那么大规模的中秋庆祝活动 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滨海花园 那么出来之前呢我要他们整理书包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到底带来了些什么 这是什么有谁可以告诉我 蚊子蚊子蚊子 防蚊剂 佳希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了什么东西 我带来了 蜡烛 喂 卓 你带蜡烛来做什么呢 放在蛋糕上 除了蛋糕还能做什么呢 放在灯笼上 那除了蜡烛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发光的呢 蜡烛虫 电灯下洋 很棒耶 我刚刚要说要下山了 我知道还有另外一样东西非常神奇的 它就快要发光了 在花园里共有十组像这样的巨型灯展 讲述关于月亮的民间故事 爸爸妈妈在油花园的时候可以用简单的华语和小朋友们交流 那么我的做法就是向他们提问然后鼓励他们以简单的华语回复 如果说错了没有关系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在玩乐探索的情况下认识华语 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窃士 在公园里有很多像这样的告示牌 所以我会自己先看一遍 然后再去教小朋友 相传远古时代 曾有十个太阳照射地球 烧焦了大地 神射手 神射手后意便将九个太阳射下 只保留一个太阳来温暖地球 照 药 药大地 Good job 到了花园记得领取免费的灯笼壳 然后按照壳上的数字装配灯笼壳 再把它套在手机和自拍杆上 你就有一个新颖的电子灯笼了 在这里他们也设置了很多手工站 让小朋友们有不同的享受和体验 很好玩 我画了一个灯笼 我只是放颜色在上面 还有是不同颜色的光 月儿圆圆月饼甜甜 在滨海花园的中秋庆祝活动 将持续到九月十八日 在这里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样样圆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